好的,我们缝好了两个耳朵之后呢,就要给它缝在头顶上啊 你看,这个小狗的耳朵呢,是稍稍的,向里有一点点弯曲的啊 由于我们这一面呢,本身就是反面 反面它会自然的向里弯啊,你看 我们这样给它卷一下,它自然就弯着了 看,你动它,它也是自然弯着的,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给它缝在头顶上 注意了,这两个部分啊,可以斜着一点 稍微向里边斜着一点 因为这样才像一个真正的小狗的这个品种的小狗的这个外形,对不对 好,你看,我们找好它这个位置之后呢,就要开始缝了啊 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首先,我们一定要保留住 你看,原来的这个外轮廓的这样的圆圆的部分 这样会使得小狗很可爱 如果你要往前放了的话,就不好看了,对不对 所以,圆圆的外轮廓,首先要给它保证有啊 其次,缝的时候,两个耳朵一定要对称 另外,耳朵它是由一个圆形 看,这块我们没有缝 没有给它缝透 没有给它完全缝住 就是为了一会儿沿着这一圈和帽子的这一圈来缝合 记住了吧 好了,我们现在就要正式的开始了 整理好它的各个角度啊 我准备先缝这个,因为这上面只好有一个线 哇,你这个线所在的位置怎么是 刚好是在这一层呢 我想从这缝来着,但是我要这么缝的话 哎呀,那先给它剪断吧 好可怜的一点点线啊 好,大家看啊 缝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的让它靠后边一点点 而且中间呢,相隔的距离要保持住啊 好,我们现在呢,就要正式的开始缝了 你看,缝的时候不要把帽子两层都缝上啊 看,缝一下帽子 再缝一下耳朵 看,要这样缝啊 然后再过来缝一下帽子 再缝一下耳朵 如此重复啊 你看,每次我们都是这样的规律来缝合它的啊 两部分,每个部分都缝一下 看到了吗 哎,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然后,刚刚缝的我们是正面啊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要到反面去缝了 你看,一碰它就往前去了 因为我们没有在反面充分的固定住它 所以它才会这个样子的啊 帽子只缝一层 不要把帽子两层都缝上了啊 帽子只缝单层啊 特别是这个地方要注意 不要把帽子的两层都缝上了啊 只缝一层 因为线快没了 所以你看,我缝得小心翼翼的啊 我缝得非常小心 你看还有这么一点点线,好可怜的一点线 如果觉得不够结实的话啊 还可以再增加线啊 我们还可以再多缝都没关系 好,缝完第一个之后呢 第二个的缝法实际上和它是一样的啊 我不想再用这么小的线了 但是这个多出来的线呢,给它缴掉啊 我们要任一个大线来缝 因为我耳朵这个位置呢 是对整个帽子的要求 在这个稳固程度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 因为它在表面 小孩子嘛 可能会对这个位置会很独特的这个偏爱啊 它会拉扯 所以大家在弄的时候呢 一定要给它缝结实了啊 另一个耳朵 为什么把两个耳朵缝合呢 都给大家演示呢 因为另外一个耳朵非常的重要啊 必须要保证和第一个充分的对称 如果第一次第一个歪了 那么你也要跟它对称的歪 知道了吗 啊,第一个缝坏了 那么第二个就得跟着一块坏 这是我们经常老说的啊 好,第二个必须要对称的状态才可以 四处都整理好 好,我们就开始正式的缝合了 也是从这一侧啊,进来 每个上边缝一下 为了确保帽子这个圆润的程度啊 我们每次进针的时候 你发现了吗 这其实是它的表面 但是我给它往下抠着了啊 在这儿进的针 大家也要按照这个来啊 要不然你的帽子出来以后 就没有那么可爱了 必须让它呈现一个圆圆的小头颅在这儿 它才会变得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Q 非常非常的可爱的样子啊 一边缝 要一边随时观察着 你的另外一侧啊 要跟它一模一样才好 知道了吗 不可以有任何的不同的地方啊 保证它一模一样才行 好,这面缝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翻过来 缝它的背面了啊 背面依然是需要两部分都非常 没看见针尖啊 两部分都非常非常的对称啊 一模一样啊 调整好它 找到它的位置啊 让它和它是一模一样的啊 让它和它是一模一样的啊 正面看它很棒啊 你看我们一边缝和在一边整理它的所有的 小瑕疵啊 好,缝好之后呢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小方法啊 来运用到后期的整理当中 没错 就是之前在缝和帽子的时候 教给过大家的那个方法 由于在缝和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把所有的边缘位置的绒毛呢 都给放到这个整个纹理里边了 看上去呢 就会 你看 有一个衔接 是不是 好,我们现在呢 不让它有这个连接啊 就像这个耳朵 本身就是出自于这一部分一样 让你丝毫找不到它的位置啊 还能看出来吗 多了的这个小小的耳朵这部分啊 可以给它勾到纹理里边去 不让它再表面出来 好,它回到表面来 稍加整理 由于我们缝和的时候啊 是给它 把这部分往下拉着缝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现在把这个位置一对齐之后 再看两个耳朵 就很自然的啊 形成我们想要的 这样的这个效果了 小狗狗的这样 对不对 对于这些小小的线团 线球 飞在表面的这些啊 都可以剪掉了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 加固的处理了 好 下个视频呢 我会和大家一起啊 我帮你们设计好 小狗的嘴巴 眼睛 小白牙 以及它的大舌头 好了 下一个视频 我们一起啊